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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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故事啊 什么情歌 大爷 大爷 来 放一下 别动 小哥 叫救火车 好 疾救中心吗 是 疾救中心吗 这里是保安机场 国际到达出口 有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大爷 突然倒地 这里 没看到家属 不能动 其他症状 患者意识模糊 吐刺不信 带有喷射状无头 两侧身体麻痹 有突发性识感障碍 怀疑是出血讯当中 你们尽快 你是医生吗 幼稚吗 幼稚 来 保护服务场 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不然我脱会堵塞器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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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让一下 让开一点 在这边 出血讯老头发 赶快坐下 进 你好 我是综合接待办来的新同事 关于灵患者投诉 我来了解一些情况 这么巧 我们昨天见过 不好意思 你不记得了 所以你找谁 我找温少卿 他出去了 我认错人了吗 我认错人了吗 这么说话呀 我爸 温 少 清 你是新来的吧 其实温医生啊 是我们护士票选出来的 理想男友 第一 很多女孩都喜欢他 就因为他帅 当然不是 他是国际顶级学院毕业的 但是一点架子也没有 对患者特别负责 光我就遇过好多次 他自愿加班 都是因为不放心病人 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你不会跟男友过去吧 你怎么知道 看他给你开了药就懂了呀 他肯定很生气 门诊日啊 医生是最忙的 有时候一天下来 连口水都喝不上 就是为了能多看几个病人 你倒好 居然挂他的好 这是大忌 是这样的吗 平时熟人送你来加赛的病人 温医生都是拒绝的 更何况你没病 毁了 你不是 温医生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 是你啊 我是来道歉的 贸然挂你的号很不礼貌 我反省过了 今天是我太急躁 你放鸽子的事情我不怪你 换做任何一个责任心的人 都会这么做 还有 昨天你落在机场的钢笔 我来还给你 我想趁这个机会重新开个好头 我是大人律所驻派的实习生 请多多关照 我叫丛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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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对不起 实在太久了 你还好呢 好 好啊 挺好的 虽然我是来握手言和的 但你不用这么热情吧 医生欢迎新同事的方式 都这么奔放吗 我是特意来等你的 没有人跟我说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下次约我不用通过别人 直接告诉我就行 你今天来吃 难道就是谈工作 也不是 如果你这次不方便 我们也可以再约时间 我知道 你有你的脾气吗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啊 开庐胜首温少卿 我想起来了 护士说你不喜欢太浮夸地称赞 应该叫你神外青年医生 文少卿 姐 是我 我来了 终于见到亲人了 我这一天太水腻了 臭小子 一年不见 这个背部的肌肉 相当性感啊 表姐 我在这儿 那 是我 是我 都是自己人 一个是表姐 一个是老大 你们是问肩外干吗 你们 要不要吃两零食 我去买 你 时间不早了 早点睡吧 我买的吗 你们慢吃 老大你怎么走啊 丢死人了 你 你 你 说去我就去吗 你 说尽下半生的晚 我的同容 姐也可以教我你呀